无论是在工作中,还是在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碰见一些无解的事,让你进入死循环当中。 比如,你很忙,然后天天加班,结果会发现越来越忙。 你经济上有些拮据,然后就在各个方面精打细算,最后发现存款并没有增加多少,反而活得更累。 你体重有点超标,然后拼命结实,虽然暂时有用,但又经常反弹。 为什么会这样? 其实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,而是我们被困在了自己的局里。 风声,雨声,读书声,声声入耳,家事,国事,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 大家好,这里是天天学习,天天进步,频道,每天陪你学习,进步,成长。 您好,我是邱子,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,所谓成长,就是不断破局。 在开始节目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 你的点赞和评论,是我最大的动力,感谢大家的喜欢,天天学习,天天进步,因你们而精彩。 狭窄框架效应,影响了人的格局。 在《错误的行为》一书中,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案例。 出租车司机每一天都要向出租车公司交份钱,然后还要支付今天的邮费,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收入。 有一些司机就给自己设定了每天赚五百元的目标。 在旺季,打车的人很多,可能下午五点就完成了目标。 这时候,他就会选择收工回家。 而在淡季,或者下雨天,打车的人很少,他们坚持到晚上十点,才能勉强完成目标,很辛苦。 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,每天都要干,人反而累坏了。 其实正确的做法,应该是旺季的时候拼命工作,因为这时候有效薪水很高。 淡季的时候,反而可以多休息,养养身体,陪伴家人。 选择后,一种行为模式,不仅综合收入会更高,而且也能保证身体和身心的健康。 为什么一些司机会出现错误的行为? 原因就在于锚定效应,司机把每天要完成的收入,当成了唯一的标准。 他们只会狭隘地关注当天的收入,导致他们犯下忙碌的时间少干活,清闲的日子多干活的错误。 而这,也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瑟勒称之为狭窄框架效应。 框架犹如格局,关注的范围越狭窄,就越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。 其实,这样的现象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,甚至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 为什么你会越来越忙? 因为我们只关注到了时间的稀缺,被时间锚定了。 我们一心想要完成工作,就会一头扎入到混乱无序的工作中,埋头苦干。 没有去想,有没有更高效的工作方式。 没有去想,哪些是最重要的事情,从而做减法,只做真正影响结果的事,避免瞎忙。 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穷? 也是因为我们只关注到了当下的金钱的稀缺,陷入到了狭窄框架中。 当你觉得自己很穷的时候,这时候,你就会想一切办法省钱,买一件物品,不断货比三家,不断纠结。 看似省下了一些钱,但你的精力却耗散了,你的生活被琐碎的事情填满,你自己可掌控的时间越来越少,没有时间去学习,去做投资,去做能提升自己价值的事。 为什么你减肥没有用? 也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,节食只会让你的潜意识降低你的新陈代谢,反而不利于减脂。 更有效的方式反而是借助饮食和运动,来加速新陈代谢率。 你看,如果我们把某件事,某种观念,作为自己做所有判断和决策的标准,就会错过世界上很多的真相。 因此,不要陷入在狭窄框架内。 而所谓成长,就是走出狭窄框架,不断破局。 如何才能破局? 那么,该如何打破狭窄框架效应,从而破局? 这四点可以参考。 一,松油门和踩刹车。 想要破局,首先必须有意识地去发现问题。 因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,往往才是最大的问题。 一旦发现问题,就要控制自己,不要在错误的行为中一直错下去。 松油门和踩刹车是不错的方法。 什么是松油门? 就是当你发现,自己迷茫的时候,看不清的时候,给自己增加一些冗余空间,节奏可以慢一点。 在失去了自己的秩序的时候,可以复盘一下,看看问题出在哪里,然后在系统内做改变。 什么是踩刹车? 当你发现松油门没有用,发现自己忙到没时间成长,觉得非常努力,却没有效果,觉得非常沮丧的时候,直接急刹车,对死循环喊停。 可以停下来,休息一段时间,这一段时间,跳出当下的圈子,你可以多向外看。 一方面,扩大交往范围,尤其是要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,和拥有更高认知的人交流,用外力来打破认知。 另一方面,保持开放的心态,多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。 踩刹车往往需要下很大的决心。 但在关键的时候,也是一剂猛药,能直接打破系统,将自己从局中解放出来。 如果一直在局中,就会被裹挟着往前。 只有破局,才会看到更大的世界。 二,深度思考。 停下来后,向外看还不够,这时候也要向内求。 其实,就要深度思考,去认识到,你是被什么限制住了。 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当前的框架。 现在为什么会越来越忙?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 现在让你忙的这件事重要还是不重要? 之所以这么忙,是能力不够。 还是受到了环境的干扰。 要摆脱现状,该怎么做? 用思维逻辑来复盘,找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,认识到本质,从而看得透。 三,增加锚点。 上面出租车的案例,之所以他把自己累得疲惫不堪。 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单一锚定了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就要增加锚点。 这位出租车司机,除了赚到的收入,他还应该考虑他的工作效率、身体状况、幸福度等多个锚点。 锚点多了,考虑的因素更全面,就能看到全局,不被局限。 比如管理者在定目标的时候,也不能只关注收入。 如果仅仅被收入锚定,就会陷入狭窄框架。 很可能为了完成目标,疯狂招人或者疯狂投广告。 到最后,尽管收入增加了,成本也增加了,最终不赚钱。 不仅要关注收入,还要关注利润率,还要关注人效。 设置多个锚点,更容易看到全局。 四,将时间维度纳入考量。 另外,思考时,也要把时间的维度纳入进去,从长远去看待问题。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就是如此。 在贝索斯的观念里,所有只能产生短期利润的项目都不重要。 无论现在多赚钱,能够产生长期现金流的项目才最重要。 无论现在亏多少钱。 我们也可以问自己,现在关注的点,在三年五年后,还很重要吗? 如果三年后,要达到某一个目标,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? 通过思考终局,来反推现在的形势路径。 思考时,加入时间的维度。 用数年后的终局来看待当下,很多事情一下子就会变得清晰起来,也能做出取舍了。 最后,人和人最大的差距,就是认知的差距。 人不会被别人限制,只会被自己限制。 人生是一场自我革命,不断打破自己,才不会有能困住你的局。 好了,今天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且让你有所收获,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,让我们天天学习,天天进步,成就更好的自己。 感谢你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